花蓮县卫生局为了营造无烟环境 依照烟害防治法规定 4月8号起公告花蓮县的连锁超商 咖啡业者齐楼下市全面禁烟的 包括了Seven 全家 星巴克 巴蜀都西 路易莎 还有罗伯咖啡等总共有162家 违规在新烟齐楼吸烟的民众 依烟害防治法可以除新台币2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还 根据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的统计调查 花蓮县市外公共场所二手烟 暴露率为49.6% 高于全国平均数 为了营造棋楼无烟环境 花蓮县卫生局结合137家连锁便利商店 还有25家连锁咖啡店 共同推动店前棋楼实施禁烟措施 以保障多数乡亲不吸二手烟的权益 这是我们卫生局 根据我们的烟害防治法 第15条第一项第13款的规定 将我们花蓮县一共162个场所 它的骑楼设定成为一个禁验区 这162个场所就是包括我们的连锁超商 跟我们的咖啡业者 连锁超商就包括我们的Seven跟全家 咖啡业者就是我们的星巴克 我们的85度锡还有我们的罗伯咖啡 还有路易沙咖啡 那这总共162个处所 它的骑楼我们成为一个禁烟区 如果在禁烟区然后来吸烟的话 那依照我们的烟害防治法 那第31条第一项规定 可以罚2000到1万元的罚款 所以我们隐君子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卫生局进一步表示吸烟者的免疫力 比不吸烟者差 感染传染病的机会也比不吸烟者高 因此呼吁吸烟的民众 要趁着肺炎防疫期间 一起来戒烟 确保自己和别人的健康 根据很多很多的研究 文献的报道 那如果是这个新冠肺炎 感染到我们的吸烟者的话 这个吸烟者 他的疾病的严重度跟死亡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这边呼吁我们的隐君子 趁着我们新冠病毒在蔓延的时刻 请你把你手上的烟给丢掉吧 请你把你口袋中的烟也丢掉吧 让我们一起来戒烟 让我们不但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获得健康 也可以让别人也能够获得健康 这是一个爱己爱人的一个爱的行动 所以呼吁我们所谓的隐君子 在这个时候 在疫情蔓延的时候 为了让自己能够得到健康 有好的抵抗力来面对 我们的这个新冠病毒 请大家戒烟吧 想戒烟的民众可以拨打花莲县卫生局 戒烟咨询电话038-2307-91 或者是免费戒烟专线 0800-636363 戒烟会欢迎市报道 这次我们下期再见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